以西结书第十四章 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 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又救了先知来的 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 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 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神书 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回头吧 离开你们的偶像 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 因为以色列家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 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又救了先知来 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 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 我必向那人辩脸 使他做了警戒 笑谈 令人惊骇 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 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 我也必向他伸手 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 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 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 只要做我的子民 我做他们的神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 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 就是断绝他们的粮 使饥荒临到那地 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 其中虽有挪亚 但以礼 约伯这三人 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 救自己的性命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见那地 使地荒凉 以致因这些兽 人都不得经过 虽有这三人在其中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 只能自己得救 那地仍然荒凉 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 说刀剑啊 要经过那地 以致我将人与牲畜 从其中剪除 虽有这三人在其中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 只能自己得救 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 使我灭命的愤怒 轻在其上 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 虽有挪亚 但以礼 约伯在其中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 只能因他们的义 救自己的性命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将这四样大灾 就是刀剑 饥荒 恶兽 瘟疫 将在耶路撒冷 将人与牲畜 从其中剪除 岂不更重吗 然而 其中必有剩下的人 他们连儿带女 必带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 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 便得了安慰 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 得了安慰 就知道 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 并非无故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